据韩联社首尔的消息 朝鲜4月6号以保护运动员的健康 免受新冠疫情的威胁为由 正式宣布不参加定于7月23号开幕的东京奥运会 这是朝鲜时隔33年首次缺席夏季奥运会 朝鲜仅缺席过冷战时期举行的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和冷战结束后的1988年汉城奥运会 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2000年悉尼奥运会 2004年雅典奥运会 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12年伦敦奥运会军派团参加 在债卡病毒肆虐巴西的2016年 朝鲜仍然派团参加了里约日内卢奥运会 朝鲜历届奥运会成绩也相当不错 除悉尼和雅典奥运会之外 朝鲜自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以来 每届奥运会上均获得两枚以上的金牌 堪称体育小强国 截至目前朝鲜已经获得8个项目的 18个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包括射箭2个 田径4个 乒乓球4个 跳台1个 体操1个 摔跤3个 射击2个 拳击1个 若加上传统优势项目举重 有望获得9个项目 24个参赛权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MandaHandeli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